各位好,我是飛龍 今天跟姜濤說430 但不是穿梭基,430是甚麼? 430就是姜濤丹 就是姜濤生日的日子 我們有去到銅鑼灣,你有沒有去到? 我有,不過遲過你 是啊,我原本就約了你 等了幾個小時都不出現 唯有我自己周圍復 我想要晚一點出現,就可以見到姜濤 哦,是的 是啊,姜濤後來真的有出現 不過我已經走了 我也走了,可惜 可惜 但今天非常熱鬧 我想說,我去到打卡的時候拍照 有很多姜濤派了他們自己印帳卡和手幅給我 真的很開心,很漂亮 全部印得去到商業的質素 而且我感覺到姜濤之間很有愛 很開心 真的可以為姜濤做很多事情 不過我今天去到,我發覺 人人都拿著姜濤的公仔 哎呀,很難買的那個公仔 很難買的 是啊,限量的 即是去Fans Cup一出就被人搶了 我也搶不到 其中有一個人拿著比較大一點 每個人走過去拍照 以為姜濤在這裡 我叫大陶陶 大陶陶 是的,小陶陶 怪不得這麼多人站在這裡拍照 那裡有幾十人 圍著在這裡拍照 哎呀,很難買的 而且他們可以自己打扮 姜濤的MV不同的服飾 也可以幫他打扮 頭髮很有趣 小陶陶他本來也有髮型 但有些粉絲會買一些小的假髮 更加像姜濤的髮型 很有趣 今天其實不只是姜濤彈那麼簡單 還有原來姜濤的歌也是同一天出的 沒錯,就是出了一首歌叫作品的說話 是啊,你聽了,看了的MV 是啊,很棒 看完之後有什麼要說出來 因為最初他說第十胎的時候 那個想法就是世界和平 我那時候就想說一個很普遍的世界和平 但當我看到這個MV 很明顯是一個反戰的MV 大家知道最近有烏克蘭的戰爭 我覺得姜濤也很貼近這個意見 即是他很關注這個世界 還有他作品的說話這個名字 你最初見到以為可能都是說他自己的東西 即是他的作品 但原來他現在真是說一些很普遍的東西 我覺得他有鏡中鏡 可能是說自己的心路歷程 現在呢 現在呢 再擴去 再闊一步 再闊一步 闊一些的範圍 講世界的事 我覺得他真是很關注這個全球發生的事 其實在我以前 以前認識的天王歌手 其實不是很多人會說到一些題目那麼大 例如90年代的時候 其實只有Beyonce才會唱這些歌 例如Armani 但當時Armani也不是一首很流行的歌 因為那時候還被天王級 那時候他們還流行唱情歌 某個程度上我覺得姜濤現在是一個大進步 唱的東西不只是我們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 整個世界的大局勢 別人的外國 90年代 那時候Michael Jackson已經在唱一些世界磨平的歌 香港現在要去到姜濤才會 一線歌手才會做這些事情 而且我覺得姜濤去做這些歌 做一些作品的時候 他不是純粹是商業的計算 如果純粹是商業的計算 在香港的市場來說 最多人聽就是情歌 但他純粹是自己覺得 他有什麼訊息想發送 他就去做 我想問一下 這次的歌曲裡面有沒有一些驚喜 無論是在唱曲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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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nd seine震撼音 我覺得驚喜 就是這次唱歌 姜濤的咬字 比以前更加清楚 而且他這支歌曲 是自己當導演的 是呀!!之前是MV導演 對,實在是 他想事想得很遠 他不只是在歌手上導演說做什麼就算了 他自己做了導演 他就可以更加容易將他想的整件事發生在音樂影片上 他的造型因為是戰火 臉上很多沙塵 還有他留了少許鬚筋 我看到他最後的鏡頭的樣子有點像林峰 林峰?我聯想不到 林峰最近有一個留鬚筋的嗎? 他不是最近的林峰 是之前的林峰 我是有一個一剎感覺得有點像這個風格 還有他的音樂影片有一個小寶寶 是的 他很有趣 代表很純潔和未來的生命希望 我有看他關於這個音樂影片的訪問 他抱著那個嬰兒 他抱著那個嬰兒是笑得很甜的 他的樣子 他真的是一個很喜歡小孩子的人 是的 其實你看到 那時候他和妹妹不認識她的妹妹 都可以聊得很甜的 是的 是的 還有他的音樂影片的舞蹈 我覺得他有一個動作很有趣的 就是兩隻手之後在不同的方向很齊的 在那邊搏搏搏搏搏搏 他周圍那些舞蹈員都是這樣的 那我不知道他那個是什麼意思 但是都很特別的 有一個你會很深刻的印象 會不會是一個代表和平的意思 有機會的 就是說不要打了 因為有時候和平都會有一個手勢 是的 這些有可能我們要之後再解碼 這些暫時我們會猜 是的 還有那個MV那個地點 是的 大家都在猜 那個地點在哪裡 是的 那個地點的樣子有點像 謝霆峰那套路火的場景 都很像 有個場景就是在槍戰 在那個商場那裡 跟這個真的有九成像 不要說九成像 根本就是 我看資料 原來這個商場在哪裡 在荃灣 是一個荃灣的 方置了很多年的海賓廣場 業主是鄧成波家族 原本在2015年已經是 100.2億扣入的 可惜這個場一路都是一個死場 原本打算是用作醫療 養老院 福利機構 健康院 去做的 甚至有網民提議過 不如改做文青商場 藝術商場 等等 最後的用途就是 先給路火拍電影 還有今次姜濤拍MV 反而變成一個拍攝場地 還有他今次的MV 是用了CG的特技 就是開場 開場的東西 即是有些炮彈 有些戰火的東西 用了CG的特技 這個也是比較新的東西 還有他 姜濤說這首歌 初頭 就不是叫作品的說話的一個名字 就是另外一個名字 是嗎 他沒有說什麼名字 是嗎 他就說這個詞 是大改過一次的 即是他說初頭的方向 就有少少不同 後來改一下改一下 就連歌名都改了 就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即是就算AMV初頭 也不是這樣 哦 他這次也是跟鏡中鏡 跟一個作詞人 小黑 是啊 小黑是本來畫畫的 小黑是畫什麼 龍貓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挺喜歡這份詞 因為他這份詞 寫的東西很清晰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你知道那些歌手 很多時候 他如果不解話 就說 我要猜這份詞說什麼 他這份詞是不用猜的 很明顯 你知道是說個訊息是什麼 我老實說 我很少第一次聽這首歌 我已經有淚水了 我想說 有沒有滴出來 未去到這麼誇張 但有一點點 眼淚淚的 即是加上AMV 還有現在一些發生的事情 還有我覺得 我這次也覺得姜濤唱得好 我感覺上 和以往的演戲有少許不同 以前姜濤的歌 有很多高音 這次好像陪會中音的地方 多些 令我覺得聽起來很舒服 因為其實我最初 他說做《世界和平》的時候 我最初有少許擔憂 尤其是看到他出了 初期的Teaser 他在IG上出了一個Teaser 我還沒看到他很緊張 我就說 難道又好像鏡中鏡一樣 一首很黑暗的歌曲 裡面說什麼 戰爭發生的事情 現在看上去 整件事我覺得很舒服 那天你會聽到一個和平氣氛 那件事真是很溫暖 那件事真是 他初頭還沒出MV的時候 他出來的照片 我也在想 是否一些黑暗的曲風 但又不是 是很有希望 還有他的MV中間 跳跳跳舞 就停了電 就黑了 之後他就點起火 再跳舞那一幕 我覺得很漂亮 因為那個MV 一點完火 就變成有些 紅紅橙橙 就像Master Class 那些氣氛 再跳舞 整件事很帥氣 所以我覺得聽完這首歌 我覺得這次他真的有點跳出香港 不只是留意平時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情 其實我們要留意這個世界上發生的事情 所以令我想起以前看 Michael Jackson的MV 他都有這樣的畫面存在 終於我覺得香港可以做些事情 可以拍得住外國的樂壇做的事情 我覺得真的拍得住 你看看現在的MV他們拍得這麼好 還有我覺得 如果你說姜濤也好 MIRROR也好 如果他們把歌曲的定位 是全世界這樣都對的 你想想 全世界的市場是很大的 還有現在互聯網 你不要以為只是香港人 才會看MIRROR 或者看姜濤的MV 其他外國人都會留意的 所以他把這些概念定位 一些闊一些 是完全一個名字的決定 是的 所以我想說 我們看這首歌 看到心裡有多感動 突然想起一個人說了一句話 誰呢 不是說那十二件事是虛火 說MIRROR是虛火 你知道是誰這樣說嗎 我知道 是啊 肚子嘛 是啊 有時候我想說 其實你不是在香港 就不要說少一點 行不行 其實他在某個程度 他不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 他就說了這麼多 枉他是一個才子 我想說 還有我想說 現在這麼難得 這個香港樂壇 有觀眾再度去專注 這個香港樂壇 大家不應該是 齊心再搞好他嗎 就是他這樣 淋冷水那樣 算是什麼意思呢 我覺得MIRROR這個現象 是令到香港人 重新去關注這個廣東歌 是一件好事來的嘛 還有他們這些年輕人 他不知道是年輕人關注嗎 他是連一些 沒有聽廣東歌的 你說十多年沒有聽過 都重新關注 是啊 我真的整十年都沒有聽廣東歌 是因為我覺得 那些歌都不是太好聽 我現在除了聽阿姜 聽MIRROR之外 我都會有留意其他歌手 例如發言醫院的追風 也有才華的 有聽MC唱歌挺好聽 有留意 原來有洪嘉豪這個歌手 有Jace也挺好 又跳又唱都很棒 我都會一直擴大去留意 還有看看現在的曲風是怎樣 那些風格是怎樣 會留意很多 如果不是有MIRROR的話 我又是不會再聽廣東歌 是啊 我看到陶記很搞笑 他說 你有沒有去到打仗英雄專那麼紅呢 在街上 阿叔都會唱 我真的想說一說 陶記 其實打仗英雄專不是很紅的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我真的怕你 拿手 三太公 首先第一件事 其實是一首二次創作 打仗英雄專不是原曲 不是原本的歌 是許冠杰拿一首當時有名氣的歌去惡搞 你知道原本是什麼歌嗎 不知道 但是我唱幾句 十八張 好武功 射雕英雄專 當時街市 我改了 一套劇 叫射雕英雄專的主題曲 然後許冠杰拿下來改 可以而已 他竟然說是二次創作 某個程度上 某個程度上 陶記你都不尊重 射雕英雄專 你都不知道 其實那一隻才是原創 你說一隻二次創作出來說 咦 而且他根本都不清楚 MIRROR那些人 他自己都說 不知道誰打誰 他自己都沒有去留意 他們的作品 都沒有去聽 細節 他就說 這些是虛火 我們需要多一點的內涵 他都沒有去看過他們的作品 怎麼知道是沒有內涵呢 我覺得其實 MIRROR也好 姜濤也好 Anson Lo也好 或者其他Ian 他們那些作品 其實都有訊息帶出來 還有他們的MV 現在真的拍到 水準是高很多 可以跟國際那些去比較 他有沒有留意這些呢 我覺得他沒有 他當然沒有 他只是覺得他們 帥仔 就以為帥仔 就沒有內涵 但我想說 樣子都可以沒有內涵 還有他最搞笑 他拿到哥哥 哥哥當然厲害 他說 哥哥當時的Monica很紅 他說 哥哥為什麼會紅呢 哥哥背後有故事 有氣有樂 我真的想問一下 你是不是很清楚 姜濤背後的故事 其實很多人現在喜歡 姜濤 基本上因為他背後的故事 不是只有外形 姜濤本身是 他後面發生過的事情 令到那些人覺得這個年輕人 挺有上進的 當時你也是 一個例子的故事 是啊 他不知道說那麼多 他就說 哥哥有背後的故事 姜濤有故事 你們MIRROR有故事 我聽完這句話 不如你還是不要說那麼多 你不熟悉的事 不要說 他可能也是出來拆存在感 太久沒有現身 拆存在感不是這樣拆的 而且你某個程度上 其實我原本都很尊重他的 但是他講話 真的沒有什麼禮貌 什麼叫十二件事 你說一件事 其實都不是 某個程度上 其實有失他的身份 我想說 他又覺得自己最有內涵 以為別人沒有 這些 自視過高 真是自視講高 這個明眼人都知道 這個MIRROR的現象 是將這個廣東歌 真的再次掀起 否則TVB都不會 做一些聲心不息的節目 去對撼 就是 根本是 是啊 現在應該是大家要砌心 做好一個樂壇 甚至是香港的電影 尤其是現在的新生代 都很多人才 不要浪費了去 推高香港的標準 但是近來發生一件事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非常不開心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做過這件事 我身邊所有的姜糖都買不到MIRROR的票 唉 你有沒有City Bank The Club那張卡 沒有 但是我有朋友有 他說那天不停上網 都是搶不到那些票 應該是給些牛王黨掃 不是牛王 牛黨掃了那些票 他們用機買的 他們寫了計劃 買的 怎麼按都按不到 是啊 還要網上有一個 第一行 炒得多貴 我那個 是啊 三十幾萬 三十幾萬 沒有人會買的 這些 這是不是一個紀錄來的 我最初呢 我今天 我叫我舅父在這裡猜 我舅父說 一萬 你不是吧 這麼看笑 誰說 三十二萬 不過我覺得三十二萬 真的有價沒有事 不會有人買 我想說現在 這個黃牛黨的現象 真的越來越嚴重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 雖然我不知道你是什麼年代 但是起碼 當是十年前 我們看演唱會 雖然都有一些黃牛黨 但是他們是排隊買票的 身體 不會有那麼多計劃 那些 始終你都會買到票 只不過可能那個位置 不是那麼前 不是你最想念的那個位置 但是你都會買到 現在真的很瘋 一秒就掃票了 是啊 還有你以前一個陰賣 你是不是要打擊一下呢 是啊 我不知道他們有什麼方法打擊 曾經說過想實名制去買票 我覺得如果現在這麼嚴重的時候 實名制也是一個選擇 是啊 因為你以前黃牛黨的時候 你都有限制一個人買幾張票 你不是無上限的 但是現在你的電腦這樣 在某個程度上 真的有一點無上限 我想說 不單是MIRROR的票 因為JFONE去7月都會開演唱會 JFONE的票都是搶了給黃牛黨 就是說又是一開機 有些人買不到票 就算有些優先訂票 東亞 Credit卡那些 有些人都買不到票 嘩 這麼慘啊 為什麼JFONE都被人解僱啊 JFONE他就開三場少一點的 但是JFONE是搶得很好的 但是你說那個受歡迎程度 他一定不及MIRROR 理論上應該沒有搶票 搶得那麼瘋 但是他這樣都一夜被人掃了 那黃牛黨一定有份 黃牛黨連JFONE都不放過 都要正視一下這個問題 即是你去到等他公開發售的時候 又不知怎樣了 即是公開發售 我希望可以買到MIRROR的票了